同媽比賽搶合之後 定床中在藍營出選勝出之後 擺脫B咖 民調上與柯文哲拉盡忠 但柯P仍領先10%左右 做得好人家就會選你 你做得不好 那每天在想什麼什麼 三角聯盟兩極對抗 拜託給他 台灣應該要有一個機會 跳脫這些東西 全戰場一旦翻場爭霸 就會發生氣保效應 最經典的1994年 北市長選舉一開始 藍營軍操作氣皇保照 但當時阿扁氣勢強 其做的部分藍營票 投票前夕更有氣皇保成謠言 最終成真阿扁當事長 下一屆一樣泛藍分裂 氣皇保馬 馬英九打敗陳水扁 兩岸一架親的 現在都已經很明顯 現在應該是很明顯 不可能的啦 現在我敢保證 我們所有的鎮藍泛藍 大家會大團結 你會擔心被氣保嗎 你有什麼建議嗎 領先者不擔心 但民進黨憂心 國民黨與翁得力 對自家客問者表態 台灣價值 確定是同路者才能保 為什麼在現階段反逛 因為我們反對一黨專政 我們不需要用這種意識形態 互相檢視 然後互相作為一種取軟 甚至變成結黨結派 這個就是柯文哲的個性 我就是 我就是堅持我的想法 今天勝文選舉說 到後期就被柯文哲這樣子 就是比較中間色彩這樣操作 吸走淺藍的票 那會不會大家 抱歉 我下兩月行程還要 會不會出現泛藍票 被柯皮吸走 第一手中直接落跑 是真有這麼趕 還是不小心面對現實 二零八路藍綠白混戰 只有強者才能不怕被棄保 這是有張海南全文 台北報導